年初六的了 祝大家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繼續是身體健康 未來7至14天非常之關鍵 希望各位盡量都不要外出 留在家裡最安全的地方 而小弟也會自己繼續做咖啡冠場 希望可以保持身體的抵抗力 好了 班奴費南迪斯的轉會九成九 加盟萬聯 官方宣布之後 我盡快和大家做賽後評 這個不是賽後評 轉會評論 應該大概是明天 這裡和大家做過萬成對萬聯聯賽杯第二回合賽後評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會講連加特 而且這次不只得我罵 連加特的乾爺 蘇斯克查也罵一份 比賽的途中 攝影機拍到蘇斯克查 在場邊用粗口罵連加特 這些禁負娛樂性的東西 乾爺罵乾仔 我先賣個瓜子 一會兒我才慢慢去解釋 為什麼蘇斯克查要爆粗 在這裏 我首先要盡顯何榮的風格 就是當全世界都去罵連加特的時候 我就為大家提出最獨特的意見 我首先 就稱讚連加特 問你死了嗎 我稱讚完他之後 我才慢慢去解釋他 我就是不會故意提出獨特的意見 我只是非常公平地有碗畫碗有碟畫碟 雖然今天蘇斯克查被連加特打正選 不過有件事可以輕輕力稱讚蘇斯克查和連加特 他們一對乾爺一對乾仔 蘇斯克查終於都要求連加特要多些回到防守中場位置 去補回以前不夠禁區頂防守力的問題 而亦都見到連加特有努力去執行 萬成未猜過半場的時候 連加特會嘗試去做高位壓迫 但只要萬成猜過半場之後 連加特會立即落回到防守中場位置 所以收縮的時候 這次萬聯終於有三個防守中場 當然是好很多的 令到萬成破密集的難度提升了 我必須看過萬聯之前大戰的問題 才懂得在今天用這個角度稱讚連加特 所以我絕對不是亂罵的人 我是懂得稱讚他 所以我這裡就是最有資格罵他 我一會兒又毫無保留地批評他 大家可以放心 不會只是稱讚他 一定會罵他一些要罵的東西 而且我還會批評用粗口罵他的蘇斯克查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一樣都是有錯 蘇斯克查今天其實都很有問題 他今天的結構其實是教授哥迪奧娜怎樣針對他 哥迪奧娜一開球看到萬聯是532和5212變形系統 即是連加特上上落落的變形系統 哥迪奧娜立即醒目叫曼城球員不要拖慢比賽節奏 不要慢慢控球作給萬聯拍大巴 要故意盡快完結攻勢 希望推快賽事減少面對大巴的時間 而若果打來回高速球 還未可以放大連加特作為進攻點級數不足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哥迪奧娜指令一出 曼城的快攻或者反擊質素都是在曼聯之上 不過在批評連加特進攻級數不足之前 我又要非常公平地先用體諒的角度去說 體諒連加特又問你死了沒有 因為我也知道他今天要參與防守 這樣就很難說要兼顧打反擊 又要防守之下又要彈埋出去打反擊 市民當今世上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 這個年代最為做到的就是奇雲迪布里 奇雲迪布里的級數是一級的 而前一代那些人 謝拉特、林柏特這些是當時一級的球員 未去到世界級但都一級的 是要去到這樣的級數球員才做到這一家事 市民連加特又怎會做得到呢 那你要求他去做這件事 要求他那個人就有問題了 所以我要先問一問 說粗口罵連加特的蘇斯特查 蘇斯特查呢 你懂得用粗口罵人 但是蘇斯特查你又不知道一件事 就算你叫連加特防守是一件好事也好 但是就是會搞到前邊剩下兩個反擊點 你最多可以叫做兩個半反擊點而已 那這樣就難以反擊了 所以我就是要問了 今天做什麼放五個後衛搞成這樣呢 你放多一個人拿條後線那裡 然後你會搞到一系不夠防守中場 一系不夠反擊點 總比數落後緊1比3 今天要入三球球可以晉級的 為什麼不是這個是4-3-3的呢 為什麼是五個後衛呢 連加特你參與防守可以讓他打box to box 然後你再放多一個 就是進攻點丹尼爾詹斯在前面 連同這個是馬斯亞格連活特打反擊 曼城今天的後防線沒有安組連勞這些計時炸彈 那你曼聯還是兩個半常規進攻點哪夠用呢 今天的部署始終都是不合理啦 蘇斯特查 而且我也要說回 其實蘇斯特查根本一早就要看到 連加特的位置或者彭利娜的位置 是要參與防守的需要的 連續幾場的大戰掉了 現在才開始覺醒 其實太遲了 輸給阿仙奴那場應該要反省啦 但是呢 蘇斯特查去到雙鴻匯都還未反省 來到今天才說反省 蘇斯特查真的要大大加強反省的速度和能力 今天踢了半個小時之後呢 曼聯都是沒有什麼射門 只是偶然 就是 連加特撞彩搏到這個佛球 才可以在上半場是領先 是僥倖的 那其實講到呢 曼聯那個佛球呢 怎樣搏到呢 就是連加特通完人家省他之後搏到的 但其實連加特通完人家省他之後呢 根本脫掉了 他今天做超級連結人呢 五次有四次都是推掉腳的 那還要呢 就是推了個球給人家嘛 那不過呢 33分鐘這次還沒叫撞彩好運 推了一腳之後呢 就是搏到諾迪的犯規 其實諾迪就不用犯規的 不過諾迪就心急犯規 那有個佛球呢 跟著呢 就產生到佛球開了出來之後 第一腳射門就入球 幸運氣 幸運成份就濃厚的 就是萬城頭脫解 我以為呢 剛好跌了下去有空蕩的馬迪那裡 順勢一抽就應棍入網 這樣而已 是這樣的而已 其他的曼聯組織呢 是沒有什麼的 其實呢 萬城失這一球之前呢 經有很多機會呢 那只不過是迪基亞反應好啊 頂住亞古魯和馬列斯不基攻門而已 而且靠連加特彈出去做超級連結人進攻點 始終是風險極高 那我剛剛就說了呢 他是會慣常八成推脫腳的嘛 去到41分鐘的時候 他彈出去做進攻點啊 立即推脫腳啊 推了個球給人家啊 立即呢 就被人家打回反擊了 這樣被人家打回反擊 就最致命的 因為連加特彈了上去 推脫腳 立即被人家打回頭 也就是連加特 立即翻不起來做防守中強 防守中場翻不起來 就是禁拘頂 不有人保護啦 所以這次呢 被曼城打回頭 禁拘頂就有空位了 連阿根叔都可以非常輕鬆 禁拘頂分球 迪布尼入到禁拘 就是第二波傳中 產生史達寧必入球 曼聯後防線有五個人 其實都沒有用的 都是看著人家這樣入球 這件事完全反映了蘇斯一查 放在五個後衛 是搞到出現不夠防守中場 或者不夠進攻點的尷尬局面 其實呢 只要不夠防守中場 後防線有幾多個人 都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蘇斯一查 罵連加特 推脫腳 雖然是合理 但也因為蘇斯一查 自己放了五個後衛出來 才搞到連加特 顧得前面顧不到後面 說到這裏 大家就開始明白 為何我一開始就說 其實他們兩父子都是有錯 即是不可以只怪了 契仔連加特 蘇斯一查這個尷尬變形系統 亦差點令到曼聯上半場 被曼城追回 只不過又是曼聯好賽 曼城這個41分鐘入球 被判越位 當然是越位 才可以被曼聯保持著 一球的領先入更衣室 但半場的時候 曼聯又不是增加進攻點 只不過進攻點 換進攻 丹利爾·詹斯 就是取代格連活突 繼續保存著五個後衛 引發不夠防守中場 或者不夠進攻的尷尬局面 去到下半場 五十七分鐘 連加特去進攻 接著又做進攻終結者 這就是非常簡單的地球短傳 都可以連加特交到球跳起了 即是我們清訓的時候 一見到我們交這些球 清訓的教練都一定是罵到你七彩 這麼簡單 短傳都交到球跳起了 你不夠技術 你連一下基本攻 但連加特就是這樣 基本攻不夠連 這些傳送太大力 搞到廢特完全沒有機會接應到球 接著連加特就做了進攻中場 上去 又回不得來防守 中圈就少了屏障 萬成又可以立即打個反擊 三中堅結構的萬聯 就是右後衛要助攻 所以這次立即被人打穿右後衛的位置 助攻了 雲比撒卡 史達寧打穿就完全單刀 只不過史達寧不知道為什麼 大好機會都不射 其實那一刻他射近處都有機會 射高一點就可以了 反而他就是不射 他就是入到禁區之後 攤動他 再自己慢慢搞 搞到沒什麼空位 就炒飛機 那萬聯就真的有魂 史達寧這樣不進 好了 接著就終於說到爆粗事件 其實都很容易理解 為什麼要爆粗 上半場萬成吃那個炸糊 是因為連加特推脫腳所引致 下半場史達寧的單刀黃金機會 又是因為連加特交球太大力 交得跳起所引致 那萬成兩次最接近入球的機會 都是由連加特的失誤而引致 尤其是第二次中的球交跳起那一刻 面對面的第二球短傳都可以交到的球跳起 認真是衝擊到英超水準的底線 其實有很多英冠球隊當中的進攻球員 都不會出這些問題 但連加特就經常出這些問題 他今天多了防守我會爭 但這個人始終都不夠級數踢萬聯 每次都是他斷籃做進攻中結者 就完全代表了他和隊友的級數是真的差很遠 經理人的拉奧拿簽連加特就抓他好運 結果蘇斯一查終於都忍不住口 他講了一句粗口 一句粗口就是這樣 我整句就是複術 One more time and you are F C U K I N G off OK? 你原諒我故意串錯字 因為我不講粗口 不過你看回頭 我這次對於這個粗口的評論 其實用英文去秉他 就太過斯文了 蘇斯一查應該用廣東話去罵他 廣東話講到粗口這家東西 就慎乎其妓 因為我們偉大的中原話 這個就是廣東話有很多年的歷史 過千年的歷史 所以我們變化多端 我們文化深厚 結果我們廣東話的粗口就變化多端 這裡我可以向蘇斯一查提議一下 是應該怎樣用廣東話去秉他的契仔 就是廣東話 就是廣東話 你再斷幾次 我就勾你 我就勾你 因為我不講粗口 所以就不順口 我再試一次 廣東話 你再斷幾次 我就勾你 OK? 或者你這個趴街再斷籃 你不L洗踢 這樣就好一點 去到65分鐘 終於不L洗踢 可惜了 進來的是彭麗娜取代連加特 同樣又是踢多一個兼顧防守和進攻的位置 當然難度高 而且彭麗娜的速度還慢過連加特 所以這個調動是沒有什麼用的 那反過來 今天就真的教了哥迪奧拿 怎樣去針對這個曼聯 這個曼聯的調動 或者那個部署完全教了哥迪奧拿怎樣做 哥迪奧拿今天都可以讚一讚他 就是他因應到曼聯進攻中場用什麼人 就改變哥迪奧拿自己的戰術 上半場就是連加特 所以就是說 你真的放連加特打反擊 連加特都不曉飛 那就放他 所以哥迪奧拿上半場 就盡快完結攻勢 放你連加特去攻 自己打反擊 到下半場 一見到彭麗娜 有禁拘頂能力 但是沒有速度 所以哥迪奧拿 立即換入大衛斯華 就指令曼城空球在腳 這樣就放大到彭麗娜 不夠速度彈上去的問題 最終是可以逼曼聯九手必失 相反 蘇斯特查的調動就被比下去了 其實下半場打了 將近半個小時 即是要追成總比數3比3 去到最後機會 空球在腳進攻就唯一方法 但都要等到76分鐘才考慮用馬達 結果等不及 去到76分鐘 曼聯在欠缺馬達的情況下 禁拘頂打算連結 以及控球在腳 結果斷攬 馬迪被迫要犯規 去阻止曼城打反擊 兩王變一紅 曼聯打少了一個 之後換馬達進來都沒有用 所以就不夠組換馬達 去到83分鐘 差點九手必失 曼城今天的左耀惠 選Zero 偶然變形系統 立即幫曼城破密集 什麼時候都說了 變形系統最能破密集 亞古勞 就是終於成功送球入網 但又可惜僅僅越左衛 曼聯今天不用失球 是認真有魂 不過多有魂都好 都是出局 完全掌握蘇斯特查的部署 和調動出問題 首回合的時候 用連加特打正選 喪失了主場的優勢 這回合雖然叫了連加特去防守 但是落後 都用五個後懷禁保守 不夠進攻點 就是你夠進攻點 就不夠防守中場 夠防守中場 就不夠進攻點 這麼尷尬 蘇斯特查真的要努力點 可以去找爵爺繼續補一下集 才行 來到這裡 大家都要繼續補集 補什麼呢? 就是補KICK廣告的集 記得要多些 養成習慣KICK廣告 1月2日會有專屬直播 是預測熱刺對萬成 另外千萬不要裝檔廣告程式 發現電腦片鏡裡有Banner廣告 片右邊有些廣告 手機的片下都有廣告 還有記得要不要Mute廣告聲 記得要播出有聲廣告 好了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